詞曲 李宗盛 卢文艾金森 大家可能對於他的本名比較陌生 不過憨豆先生或是豆豆先生 這個稱呼應該就比較廣為人知了 他是英國著名的喜劇演員 不管是在電影還是電視影集裡 常常都會扮演著帶給大家歡樂的角色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位在螢光幕上幽默鬥序的 卢文艾金森 卢文艾金森於1955年1月6日出生於英國 別看他常常在螢光幕前裝瘋賣傻 他可是牛津大學電子工程學博士畢業 私底下也並不是個幽默搞笑的人 反而十分的嚴肅 他還在牛津大學時 就已經開始參加一些戲劇社團俱樂部的活動 並於1976年 在愛丁堡一歲節上展露頭角 大學畢業後 羅文就進入了演藝圈 之後便開始接演一些喜劇影集 到了1983年 他主演了中世紀的《情境喜劇黑爵士》 這個系列也成為他的代表作之一 開始留給觀眾印象的羅文 於1990年接演了《豆豆秀》 這部當時在英國首播 吸引了近兩千萬的觀眾 還連續播出了將近六年的時間 在1997年及2007年 《豆豆秀》還被改編成了電影 《漢豆先生》這個角色 也被譽為是當代的卓別林 走紅的羅文 除了《豆豆秀》外 還接演過不少電影 除了搞笑路線 羅文也演過嚴肅的角色 在電影《梅格雷的陷阱》中 飾演法國著名探長梅格雷這個角色 在裡頭能看到羅文 有別於以往嚴肅的演出 不過羅文並沒有逃脫許多喜劇大師的宿命 他曾說過 拍喜劇對我來說壓力很大 因為我是個完美主義者 他像是一種病 雖然鬥樂了別人 但哄不了自己開心 羅文曾經罹患了抑鬱症 還在美國亞利三拿州的一家 心理放鬆治療中心 接受過為期五週的治療 可能是壓力需要一個宣洩的出口 看起來溫順的羅文喜歡在道路上追求速度 而羅文本身也是一名業餘的賽車手 本人也收藏了不少的超跑 但在1999年及2012年 也分別出過兩場車禍 羅文艾金森 有人說他是繼卓別林之後 又一個偉大的喜劇大師 今年的他已經60多歲了 之前還在網路上傳出他的各種死訊 不過最終都只是謠言一場 但羅文也表示 他也不會再扮憨鬥先生這個角色 他表示憨鬥先生應該是一個25到45歲的男人 我太老了 不再有資格扮演他 雖然感傷 但羅文艾金森的憨鬥 已經成為螢幕上不可替代的經典 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很搞笑 卻很少有人知道 他把上億美元捐給了非洲奶民 羅文的捐款都是不公開的 他都是委託他人幫他捐的 而他也是目前全球捐助給 慈善事業金額最高的藝人之一 他不像有些藝人 成名之後生活就不能自理 他沒有助理 也沒有一大堆保鏢 自己拿行李 平時和普通人毫無二致 不過這樣的他 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他就是著名的喜劇演員 羅文艾金森 政府導致